手機的衣服最右 轉身的衣服 不好意思 寶貝先生 出小鞋 衣服 買東西我當然會證明 一個人什麼時候會最證明呢 就是當他孤悍的時候就證明了 我是很孤悍的 可能我家裡小時候 你住屋邨 生活 當然是價購價 買東西才買 所以都會證明的 我現在開始 以前就價格了 現在就不止價格了 現在就拚贊助 什麼都拚贊助 如果有贊助 當然是最好了 穿衣服 像我現在穿衣服 鞋子 襪子 有贊助 就最好有贊助 生活 我現在 牙刷牙膏 洗頭水 護髮素 沐浴露 都是贊助 可以多少錢給老婆了 老婆給多少錢給我 我都沒有錢的 現在我們整個街上好像拿飯票 問我老婆拿錢的 我現在我買東西 或者你給他之後他就分發給你 是啊 現在我買東西要問 你需要證不證明是我老婆 我買東西 現在呢 譬如你在網上買東西 在網上買東西之後 給錢都是我老婆給的 每一次都要問兩次 問兩次是什麼 你真的要買嗎 你需要嗎 真的需要嗎 是啊 我要 然後呢 下一頓飯 他還會再問你一次 你真的要的嗎 你需要嗎 你有位置擺什麼東西 所以我經常都買不到東西 那你那些錢寫給子女 那都好 老婆幫我們儲錢 當然是給子女的 那些錢就給他們讀書 那你知道現在經濟又沒那麼好 那我們工作又暫時都會少了 那即是房機 那留一點錢就給他們用 那這也是好事 所以精明消費是很重要的 這也是很重要的 你會買樓嗎 還沒錢 我現在還在供樓 買樓我自己的樓也沒供完 不過你 我覺得香港 我們香港人是這樣的 樓價這麼貴 就是用了大半身的錢 可以供一層樓 供完之後 希望將來給子女他們又屋住 那我就已經 我完成了我今生的目標了